所以這個葉酸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我要提醒就是 真的是高齡又想懷孕的 葉酸在什麼食物當中 攝取得到 基本上來講 一般的食物都有 但是綠色的食物裡面其實有 肝臟或是一些荷果類裡面 其實都有 但是如果你從飲食裡面來的話 加上現在的 我剛剛有講就是說 現在的飲食不均衡 外食太多 你像你一天要吃到 兩盤蔬菜 三盤都不夠 你根本就是葉酸的一個量 可能會不足 針對這種這種特殊族群高齡的 有想要懷孕的話 其實我可以建議他可以去 就是說在孕前的時候 你可以去找一個婦產科諮詢一下 醫生可能會幫你做一個 葉酸補充劑的一個給予 另外其實剛剛吳醫師有講到 就是體重的一個控制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血壓 如果你本身在 因為年紀越來越大 可能在血壓上面 你可能要自我監測 如果你本身有所謂的一個 所謂高血壓的一個狀況 你又高齡又高血壓 這兩個症狀合併起來的話 你可能在所謂這懷孕期間內 可能會併發所謂的 一個潤層毒血症 就是指間層症的一個狀況 可能會比別人的機率還要高 還有一種就是所謂的一個 剛剛肥胖引起的 所謂血糖不穩定 血糖不穩定就是 就是說你可能在孕前 你血糖就已經可能上上下下 被醫生判斷說 你可能血糖不穩定的狀況 你可能在飲食上又不均衡 可能在所謂的一個 懷孕過程裡面 你可能又大吃大喝 因為一人吃 兩人補候 可能就會吃到三個人 四個人的份量 體重過重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會併發所謂的 可能潤層糖尿病的一個問題產生 所以這些可能是高齡產婦媽媽 要必須要特別注意的 所以懷孕的婦女 大概要胖幾公斤 是比較正常的 正常來講 我們應該要是 從她孕前的體重就要開始來算 孕前體重的部分 像如果你是屬於體重過輕的 你大概譬如說算 用什麼來算 用BMI來算 BMI就是你的體重 去處理你身高的平方 身高是用 所謂的公尺的部分 算出來如果你是小於18.5的話 其實你的一個 建議的一個增加的總體重 大概在12到14公斤左右 如果你的體重 是屬於正常的體重的話 比如說你BMI算出來 是在18.5到 所謂的24 小於24的話 你的運期的體重 大概控制在10到12公斤左右 體重過重的人 他可能他的一個增加範圍 就不能太多 可是往往體重過重的 他懷孕的增加體重也更多 更重 對 更重 對 所以這種人 通常在婦產科醫師 像我們醫院他就會把它 Pass到我們營養門診來諮詢 然後我們就會告訴 幫他設計他在運 就懷孕過程裡面 他該吃多少的東西 然後再Pass到這個部分來 然後再來就是 針對運動的部分去做 當然懷孕的過程是 當然不鼓勵是 快速減重這種東西的 所以你是飲食均衡 讓體重不要再上升的太快 然後維持在這個範圍內 它是以這樣 我們是以這樣子做一個控制 飲食控制的 當你太胖的話 大概就是控制在7公斤左右 或者你要先評估 你孕前的體重的BMI 是落在哪裡 當你評估出來之後 我們這邊有一個比較是 大原則的方向 就是說你在孕前體重 如果是正常的話 以正常來講的話 所以剛剛有講到一個很重要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懷孕的話 給你半年的時間 你真的要好好的做體重控制 減肥的一個狀況 除了減肥還要把體質 就是我們那兩個軟巢 要給它癢一癢 要保養好 這樣子 孕前的 在她懷孕第一期的話 大概零到三個月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概第一個月 第一期都是胖在媽媽 就是胖在媽媽 就甚至於如果你第一期 有些人她是噁心嘔吐 她沒有辦法吃很多的東西 她沒有胖 體重反而會下降 對 她體重反而下降 這個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反而增加太多才是有問題的 所以有些婆婆她會知道 她的孫 她的那個媳婦懷了勤孫了 就是開始一直夾她吃 然後她又吃不下 然後她壓力又很大有沒有 就是常常在第一期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有個還會 買人生 然後剛開始就給她吃了 希望她快補了 補了她都睡不著 反而就發生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狀況 所以其實要告訴各位 就是說媽媽 如果在第一期的時候 其實體重不用增加太多 大概一到兩公斤 其實我們如果不增加也沒有關係 那懷孕第二期的時候 大概四到六個月 大概是五公斤左右 第三期的部分 才是增加在寶寶的身上 就是大概平均 大概是五到六公斤 所以總平均來講的話 你總體重一個運期 整個這樣來看的話 大概是10到12公斤為宜 就是以這樣子一個狀況 你就是不是說體重那個 重養得很大 就代表它是很好的 對 那可能會增加它的一些 所謂的潤層醣料冰淇 我們是最常看到的 如果你吃的 雖然有增加體重 或者是適量增加體重 可是你吃的真的燒烤油炸 抱歉你都吃到自己身上 小孩子只是他吃得掉 小孩子沒辦法吸收 也就大不了他 就是你可能胖了20公斤 你小孩還不到3000公斤 甚至你還要去早產 或者是出來還要去放 我們說incubator這些 好 怎麼樣去預防 胎盤玻璃的風險 胎盤跟子宮之間的接觸 如果有血塊 在中間的話就阻隔說一個 媽媽跟胎兒之間營養 跟養分的一個交流 這種情況之下 就變成說是一個 胎盤玻璃的現象 這種情況就造成就是 寶寶嚴重者就是 就胎死腹腫 輕微一點的話 就可能會影響到 胎兒的一個生長狀況 其實在初期 如果說胎盤玻璃 是發生在比較早的周數 在文獻上事實上反而認為說 可能有時候育後會比較好 因為在初期 應該是這樣講 應該是說初期如果胎盤玻璃 如果說它到某一個程度 因為那時候 寶寶需要的量沒有那麼大 它如果止住的話 相對來講就是 寶寶都還能夠繼續再長下去 但如果說在後期 譬如說到35 36週 你可能玻璃到一半 可能它的供應量就不夠了 可能到這個時間點 它可能就會容易出狀況 甚至就是太時腹腫了 因為它越來越大 需要養分多 所以高齡產婦的風險 其實我們還是要鼓勵大家 早點生孩子 流產跟早產這個部分 其實當然早產的話就是 在統計上還是有意義的 但流產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再看到這張圖 大家可以注意到 就是說基本上 剛剛講過嘛 懷孕率是隨著年齡的上升而下降 流產率其實是 隨著年齡上升 對 大部分其實幾乎有三分之一 甚至以上的一個比例是來自於說 它的染色體越差 也就是說 因為大家剛剛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越年紀越大 卵子的品質越差 越差 那卵子的品質又 不是只有來自於說 它譬如說像雞蛋裡面的蛋白 它的養分比較不好之外呢 它裡面的 我們所謂DNA就是染色體 它事實上出狀況的機會也比較大 那事實上所以在 因為染色體出狀況比較大 所以變成說它受孕的一個受精卵 它出狀況的機會也比較大 那這個留下來的機會就比較不高了 對 是 好 不過它有一種是 那就是我們說的高齡的 可是它的就是保態能力很好 對 然後呢它會生出這個就是糖質症的 對 我有個病人是這樣 它在篩選的時候六個月的時候 四個多月到六個月的時候 它做了那個羊毛穿石 就發現哇 它就是這個糖質症的 那時候就引產出來 還好 如果沒有去做這個檢查 然後可能就出來就是糖質症 所以現在是 三十五歲以上都要做羊毛穿石 基本上是三十四歲之後懷孕的 那一般會建議的原因是 因為剛剛其實有照理提到 因為你流產機率大部分 來自於染色體異常 那染色體異常大概大部分 是在這個歲數以後 它的風險只會慢慢上升 那接下來就是說 抽氧水它其實並不是沒有風險的 像破水 早產 或甚至像台式附中 那這樣的一個風險比例 跟三十四 三十五歲以後的一個 風險來比 其實差不多了 所以會建議說 大概這個歲數以後懷孕的婦女 其實是建議抽氧水的 好 那如果對於高齡產婦 她要運動 然後來防止 這些風險的發生的話 小圈老師有什麼建議 在國外有研究 你運動的媽媽跟不運動的媽媽 你身體的素質質量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你素質提高 剛剛我們有講到 像中醫師 西醫 它裡面就是在幫你做荷爾蒙的調理 之後你身體的調理 營養師這邊是你的養分 像葉酸跟鈣質的吸收 運動方面它可以 你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就是你的體態 你要怎麼樣 要把你的體重做一個控制 母體與寶寶之間 它最需要的就是攻擊它養分 前面上述 你身體的體能荷爾蒙的提升 跟你的養分足夠之後 你的能量的來源 輸出的就會比較大 再配合運動 可以把不需要的廢棄物 藉由運動的流汗量 它就會給排除 肌肉 骨骼的吸 會有助於你的骨骼的發展 骨骼就有利於鈣質的吸收 這時候母體與寶寶 它這個鈣質吸收就會比較好 氧氣供應 可以讓你的小朋友的 他的細胞活化 所以它會長成比較完整的 好 所以運動 適度的運動還是有幫助的 剛才我們講到一些高齡產婦 媽媽的風險這個部分 其實現代人真的餵球子 真的也是花盡很多的心思 像吳醫師你應該也聽過 很多很多那種球子的偏方 或者是 都已經找到沒有方法做了 那真的是很辛苦的 整個EPA DHA 在整個一個量先來講的話 我們不要超過3克 那如果是保健食品的部分的話